这是人间界最强的老头 他只用一根手指将最强状态的阿妩 打得他直喊爸爸 也可以用一双筷子 将三头几百级的怪物加的直喊爷爷 此时会长翼龙乘着一头天马 只身一人正朝着美食会的总部飞去 厨师长马德在听到翼龙来了之后 也是大惊失色 命令全体干部立即集合 接下来可能是美食会的一场浩劫 此时的翼龙迈着沉稳的步伐 一步步地走在美食会的地盘上 披风无风自动 脸上更是风轻云淡 而在高处 美食会所有的干部都等待在了这里 似乎这样他们会更加的有底气一些 总料里长率先开口问翼龙来此的目的 翼龙让他们不要紧张 不是来打架的 只是想找他们的老板来聊聊天 并让他们给他让出一条道来 这个时候 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跳了出来 我们的老板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有什么事跟我说 翼龙的表情告诉他 并不想跟这种货色一般见识 但最近吃过太多好东西的干部们 心里确实有点膨胀 一个干部突然发动美食桌布 粉色的桌布瞬间布满了地面 而另外一人在嘴里吐出一个泡泡 变大之后将翼龙整个人笼罩在了心 如同餐桌之上的赵子 桌布可以轻易粘住200万吨重的怪兽 赵子更可以让八十级的凶兽无法动弹 此时那只猴子跳了出来 翼龙只是一个眼神 猴子的身体被定格在了半空之中 他的脸上露出无比震惊的表情 而翼龙在桌布上更是行走自如 所谓的营罩在他面前如同纸糊的一样 而地面上的颜色已经完全地变成了灰色 这一刻所有人震惊了 但是这么多高手在此 岂能让翼龙如此放肆 为了保住颜面所有的干部都动了 纷纷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突然翼龙全身发出强大的影响 所有人员都在全力抵抗这种力量 而地面上的石子更是纷纷地飞向翼龙 他的身体就如同一个星球一样 自带着惊人的影忆 就在大家快扛不住的时候 一道红色的气息出现 将翼龙的引力完全抵消 正是美食会的会长三五 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他一出现就骂翼龙 你这老头子怎么还没死 而翼龙也没有生气 还说算他很讲礼貌 知道亲自出来迎接他一下 并问有没有空大家坐下来吃个饭 可以一起叙叙酒 但三虎好像并不买账 让老头子赶紧回去 翼龙脸色微变 直接说以后如果顶尖石材杠出现的时候 大家可以和平解决一起品尝 只是三虎说自己要独吞 翼龙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看来一场大战已经无法避免 他仿佛看到了失衡遍野的景象 三虎再次发出了逐克令 身边的干部们更是目露凶光 甚至还劝老板 不要放过击杀翼龙的好机会 翼龙这时也放出了狠话 随后释放出了比刚才更加强大的气息 干部们这才知道 翼龙刚才只是和他们玩玩而已 而此后三虎的身体也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随后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翼龙踏着天马离开了美食会 回到基地后 翼龙就拼命地进食 而做这些食材的人正是解奶婆婆 此时翼龙身边的空盘子 已经堆了不知道多少 解奶婆婆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翼龙这样吃东西来提升身体 他知道三虎已经成长到了不得了的地步